立秋 我们先不讲六卦了 好多朋友可能会把他们讲晕 我们慢慢来 有人说 长期关注的可能会觉得 你这个二十四节气 包括几日都讲完了 明年讲什么 这个是我的事 你们不用担心 多谢关心 明年比如说我们每逢节气的时候 就讲这个十二消息卦 只有十二个呀 我们还有十二生肖 二八星秀等等 甚至后面神煞 到一些点我们会 着重去让大家注意提醒 给大家解惑 那说 这个举起来就是说这个吧 我们看到立秋已经到这个时候了 然后呢 它象征一个什么呢 天 刚好就是天 地就是地 我们这时候天地分明 秋高气爽 很快就要中秋了 那为什么说 秋高气爽 天地气已经分明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气是更 这个这个 轻轻的上桌桌下 看得非常更清楚 所以说中秋 所以说中秋我们 这个时候都来赏月 那为什么 你说这个时候已经立秋了 为什么不是 比如说这个月的十五号 按节气走十五号 七夕过了 怎么样 都不应该是八月 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人体感温度 随着大地更接近一点 先发地 后发天 其实这个时候 你说天气还很热 对吧 上天 已经 这个这个太阳照 怎么怎么样 已经这个时候 开始 凉了 人反应慢 我们反复这样强调 你身体通透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感觉到 微微的凉 我们这个时候有几个雾后 第一就是凉风至 天上 那个风起码都凉了 第二呢 然后 白鹿叫 说地上 偶尔都一吸有这种露水的 遇冷 对吧 就结露了 第三呢 寒蝉明 你看不管哪一个都说他在凉 就是一种 蝉有很多种的 一种寒蝉 长得很难看 看来是 那个 所以说 你说 秋老虎啊 然后包括 民间说的很多说法 很有意思 说 今年比如说是20点 29分 那就是晚上来的 那叫闭眼群 这个秋天好像 就是好像没有一样 就是反正 还是很热就对了 包括 阳术 代表 这个日子 代表 阳秋 公秋 阴的日子 双树的 是母秋 那母秋就更凶 母老虎 是吧 那为什么呢 你说阳的他应该厉害啊 阳的 母秋就不像秋 母老就是藏着闷着 等发作的时候 才显得出来 就像你喝的是凉酒不是热酒 厚烦劲啊 所以你说还有俗话 这个 早秋 凉嗖嗖 晚来秋 就是 热嗖嗖 就是 我又忘了啊 就好像是没有一个秋一样的感觉 实际上这些老百姓组合的这种话 都是有寓意的 你说一单树双树这个日子都能查出来吗 那阳上他有阳的能量 阴刚好 不管阴力阳力或者节气 那都有他的一定的能量 还有就咬秋啃秋等等这些晒秋 就代表秋天收成了 忙了一春天夏天 就该这时候想想收成了 反正各种的都是很有寓意的 希望每句话都有用 不得了